如果你喜歡買綠環彩 自己去量度五六七場 我相信兩元一注 也不是很繁本 也不是很昂貴的 那就希望刀仔鋸大樹 各位網民 各位Petersen的支持者 看來是馬會 各位知道接下來這八天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 疫情是險峻 二 國際騎士邀請賽 以及國際賽事將會在星期三晚 發肥局 以及下星期日在沙田舉行12月13日 求神拜佛 最重要的就是所有這些賽馬重要日子 可以有運地 以及用這個最完善的方法地舉辦成功 因為疫情險峻 馬會的新措施 就是所有的投注站都是關閉 不過現在 所有人都懂得入錢投注 或者在網上入錢投注 星期日的賽事 就是 3T 有累積獎金 大約200萬而已 現在的3T 賽事 都不是很多人喜歡賭 現在又喜歡玩一些二重彩等等 以及 稍後 今天我會介紹 三寶 會有機會中到三寶 即是介紹八、九、十場 由於我的範圍不是很寬 如果你喜歡買六環彩 自己去量度五、六、七場 我相信兩元一注 都不是很繁本 都不是很昂貴 希望刀仔鋸大樹 好 很多人問 嘩 為何你弄一件 這個蓄龍 多倫多蓄龍 在這幾天 記得了 穿多點衣服 半瓶領 這件衣服 其實我是胡人迷 我的家人在洛杉磯 已經在記著胡人奪冠軍 那些帽子 Hoodies 或者T-shirt 給我 我妹妹 這一件其實就是 前年 這個就是胡人 剛剛那屆奪冠軍 前年多倫多 奪冠軍的時候 我有個好朋友 故意在多倫多 送了三件給我 有紅色 有藍色 還有這一件是灰色的 這件厚一點 這幾天十幾度 在新界 香港 這個郊外的地方 住的我呢 穿多點衣服 是比較穩妥的 今天的賽事 沙田 就是有泥地 有草地 六場泥地 就是因為保持 下個星期 國際大賽 是靚草A難的跑道 當然要用靚草建人 你知道嗎 是用全闊的 所以今天呢 那四場 是草地 就是用私家三的 紮場 換言之 私家三紮場 跑得一千 今天呢 就算你抽到內蕩 一二三蕩那些 都不要緊要的 變成那些馬會鬆動一點 可能還能走得 如果那些馬是肯走 有fit的 分分鐘越跑越順 這個一二三四 那些馬都有機會 這個跑得好過 是外蘭 就是10號以上 number的檔 所以就是撿生了 但是我相信 四場草地 直路 和這個要轉彎的賽事 在近南的馬 絕對是沒有說是吃虧的 不是說外蕩 跑一千就有好處 至於泥地 就要看頭那幾場 因為泥地 跑完就長長都有 這個是再 整好些泥的 因為 馬會踩到一些 有淡的 好了 我今天10場 我只是介紹 五場給大家 第一、二場的泥地 我就不介紹了 大家喜歡 看看馬先 或者 小註而情 任君選擇了 首先第一場 我介紹的是第三場 第三場 有一匹是陳家禧騎的 這陣子是追到 方家柏 搶了十場 羅富泉的馬房 的馬來的 就被陳家禧騎 拿了三檔 跑千二泥地 這匹馬是可以帶頭的 可以前置的 上一次跑第四 這次也有錢分 因為陳家禧 還沒開齋 另外一匹就是 第六號 就是 第四號 金樽 一號 上一次我買過他 是四連環的 那一次他跑到 真是 看一看 跑第二 後徑 很西非 來的後徑 這匹馬是有錢分的 雖然上一次 跑進第二 這次我相信 七至十二倍 是很合理的 除了二四之外 六號馬 六號就是勝利波幅 好了 呂建威 和這位馬主 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這位馬主也喜歡放馬在 呂建威那裡 有粗號的匹馬 所以要留意這匹馬 要拖這匹的 就是勝利波幅 波幅系的馬 加上大軍佛 蔡宇漢的馬 有抽到一個漂亮檔 莫尼拉騎 全日莫尼拉 只是騎 蔡宇漢一匹馬 就是這匹大軍佛 不是說一匹 就是很準成的 莫尼拉 蔡宇漢的combo的馬 但是 有錢分 這個當好 莫尼拉鬥志勁 所以呢 就介紹二四六九 如果你要拖四連環 或者腳 可以考慮有七磅減的 周俊樂彩虹之光 是他自己師父偉達的馬 這是第三場的貼士 接著就是 第四場 仍然還是泥地 就是跑第五八 1650 1650 就抽到六檔以內 是好處很多 因為一起步 差不多就要轉彎 如果要拿前置 可能會浪費很多力 所以 這場馬 我介紹三匹 給大家 第一匹是三號 黃龍司令 徐石這陣子 有些馬是難贏的馬 通常他都會給莫尼拉騎 交代 希望贏了他 跟馬柱交代 兼且贏了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永遠都是的 如果你要 拿了一屆的 比如打球 某次球隊 拿了一屆的冠軍 帶了下袋 第二屆 輕鬆很多 輕鬆的時候 可能就是 那個球技 或者騎馬都騎得得深應手一點 所以黃龍司令 黃龍司令 這匹法國馬 跑來地 是OK的 國能上一次 也是十一倍跑第三 這次被莫尼拉騎 七檔 七檔是適合的 而且這匹馬就不需要搶得很重要 一出閘 莫尼拉會執生的 另外一匹就是 7號 田泰安 其實今年 頭三個月來 都已經有些成績 蘇波羅的馬房 就是輝煌巨星 又是跑這個路程 跑得好 上一次在第189場 跑第二 今次是田泰安騎 他就拿到一個 五檔 比莫尼拉還好 的三號 所以拿到一個五檔 是好處的 這一匹馬 開票最熱反而是這一匹 比莫尼拉還熱的黃龍司令 另外一匹呢 就是 那一匹 是超美的 三檔 是蘇惠賢的 克里斯蘇馬房的 給彭國年騎 主要就是這匹馬 都是喜歡後追的 如果有前速的馬 拉得快 這匹馬後追 適合 二號的高東尼比 周俊樂騎 電路一號是二號碼 你就不要這個不拖他 至於就是 沈澤成給陳家熙 騎的美滿人生五號碼 你也要浪費20元 買這個是複色二重彩 兩位師兄弟 大家都有七磅減的 買這個鴛鴦Q 二皮都可以的 一天就跑第1、2、3都可以 是不是 根本兩匹都是冷冷的 就算位置Q也有二、三百元分的 好了 介紹完第3、第4場 我就跳到去第8場 即是三寶的第1場 在今天的三寶 我會介紹五匹馬 在三場裡面五匹馬 即是第一關 第8場的介紹是一匹隻 第2關是介紹兩匹 第3關介紹兩匹 即是四十元 即是三寶 即是四柱而已 那麼這個呢 是怎樣買法呢 首先就說了第8場先 第8場呢 就是兩匹馬是很熱的 開飛 一匹就是郭富城的馬 那隻腳好起來了 沒事精神了 這個是方家伯的馬比 迷拉騎 那麼 方家伯今年真是擺明居馬 想拿這個騎士 冠軍騎士的了 他的老友大摩 這個是退休了 他說是我時機了 也都前兩屆 但是他沒有拘捕自己的工廠 所以那些馬是有分在手的 所以就希望這匹武士精神 那隻腳好起來 那就夠了 如果不是都不會 一開飛就兩倍大熱 是不是 莫尼拉騎 跑一千 拿一個七檔 跑一個他適合 贏過的路程 但是我反而就喜歡 輕飄飄的 由周俊落騎的 只是115磅 換言之 就是輕莫尼拉那一匹 武士精神 是17磅 17磅 兼得在武士精神隔離 那就是年年歡樂 這匹馬去年第一次出 已經唱到說贏定了 還是給薛恩騎的 都有信心 那次只是18元而已 接著更差 在今年就被班頓拿來騎 哇 1.3 10元 贏3元 結果大熱島做輸賣 這次就不好了 現在賀爾就給年輕人 給Jerry 周俊落騎 就有7磅減 那我相信這一匹 那我相信這一匹 開票就有3-4倍 若然有28元 我收貨了 就是作為三寶頭關 就是我只選一匹 我喜歡輕17磅的年年歡樂 反而過富城那一匹 我最多是買二重彩 買複式列二重彩 買複式列重彩就可以了 因為想著這一匹馬 都是介紹兩匹 不要太複雜了 第九場是今天三寶賽事的第二關 但是也有兩匹馬 我會介紹給大家 這兩匹馬我都喜歡的 第一匹 就是熱門的天天精彩 天天精彩就是田泰安騎 田泰安最近的成績是一般 真的仍然都是三哥 為了跑回一些信心 我相信明天他也會有一兩個win 第九場就是天天精彩 高冬妮的馬 又是跑1650 而1650 田泰安又很幸運 又抽到四檔 真是如雨得水 是不是 這樣就田泰安騎 這一匹 九號 另外一匹呢 我問你了 莫雷拉 起碼要減到1把15磅 才騎得到這一匹馬 換言之 在星期六、星期五 以及今天 星期日 比賽馬之前 他真的 不吃得不飲得什麼 還要 還要 掃足精神 去到第九場才騎這匹馬 就是 雙天至尊 雙天至尊 就跑這個 1650 在今屆 由第38場 贏 跟著莫雷拉跑第4 再給周俊樂騎跑第3 都不知 都是正好跑 1650 這次又抽到一個 最美麗的二檔 那 真是 沒得再賴 是不是 又給那匹馬騎 騎關騎屬 這匹馬 所以呢 這一場的 二重彩 複色 或者 鴛鴦 或者 三寶第二關 就是買這兩匹 就是 天真精彩 和 雙天至尊 如果要 就是問一下 貴神還有沒有爛腳 如果沒有爛腳 我相信 你可以考慮兩匹 就是 兩匹都很好分的 分別是 星運明星 可能就是 做回馬槍 也是 方家柏 因為方家柏 上一場 有 武士精神 這一一匹 要留意 這個是 星運明著 8號 加起來 就是 13號 的 雕神 雕神 也可以 以輕磅的邪形下 你把14磅 巴西老友 阿摩尼拉 這件事 是騎的 那 什麼磅 什麼都很輕 114 巴西老友 走進來 這個 WINQ 就變得很好分 所以 這一匹都要留意 但是 我買三寶 我只買 田泰安 和阿摩尼拉 那一匹 就是買9號 和14號 因為 你檢查 阿摩尼拉 上星期 騎的那些 114磅 115磅 那些馬 全部都是 搏殺 進來 是這個 前三甲 所以 這些 輕磅的 摩尼拉馬 你們不要 放棄 好了 去到 尾場 第十場 跑一千二的 泥地 跑完這一場 就輪到 星期三的 國際騎師 邀請賽 不要說那天 先說回這一場 這一場 又是 偉達 不讓周俊樂騎 這匹馬 就是超能力 這匹馬 是跑了 泥地 很傻家 分別 在上一季 尾 跑第五 然後 今季 兩次都跑第一 加了十磅 加了十磅 換言之 平榜的專家 看得他很高 平榜專家 懂得比我們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匹 一號 一定要做三寶的 美關 其中一匹馬 有四倍 開票的時候 另外 一匹 就是 雄雲大師 這匹 一定會有七至十倍 就是 蔡汗 給施掙峰騎 因為施掙峰騎 這匹 夏家里 和他太太的馬 是懂得怎樣流放的 所以 兼顧跑千二 你看看 先前那幾場 千二泥地 外檔的情形是怎樣 如果 情形不是好的 那就買少一些 買 超能力 那匹買多一些 這一匹買少一些 如果情況不是那麼理想的 那個賠率當然是高一些 對不對 對不對 另外一匹就是 無論怎樣 這匹 這個Michael 井 一匹 扣一定是薄的 就是 適合到 來地 以及後追 如果 前面的馬 放鬆 全 合到他河車 就是 公正福障 現在一匹八歲的 老王宗 跑來地 後勁很好 武豪兼夾上一次走過法律局 跑這個就是一千公尺 九十九倍都飛戰地追上 跑到第三名 那次很好分 這三匹 這個後追是三十多次很棒的 另外我再介紹三匹馬給大家參考 因為這三匹最近也有贏過 而且會很好分 換言之 若然超能力 跑不到的話 這三匹 你又撐起來 就會有得分 分別就是八號馬右官 開飛嚇死你 三十幾四十倍 就是蘇寶羅馬房的馬右官 上一次跑谷草 贏了 又是後追的 另外一匹就是喜佳龍 喜佳龍開飛更熱 超能力 這匹灰馬 很多人可能想著灰馬 懂得跑泥地 對不對 就是方家柏馬房的 給巴道騎 巴道都會騎這些馬 抽到一個漂亮檔 起佳龍 但是早飛太熱 我相信如果到跑的時候 都是飛三四倍 我就不買了 是不是 冷就會考慮 另外就是醒目勇居 周俊樂是高東來的馬 有十幾倍 這匹要考慮 八號 十號 十號 和十一號 至於黃磷帆先生的新力寶 也是一匹 善於跑 泥地多過草地 會不會等降班呢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買四重彩 三重彩 你可以把他做腳的 就是新力寶 但是三寶 我這個只買兩隻 就是買一號和三號 祝大家 多贏一些 以及身體健康 最重要 求神拜佛 馬照跑 波照看 看電視 香港的波好像又說停了 除了職業 所有的波 是業餘的波 都停了 所以唯一就是 馬照跑 馬是唯一的娛樂 是唯一的娛樂 希望 星期三之前 再給大家 這個就是國際賽的提示 拜拜 bound 2 1 2 2 2 3 4